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最好的朋友爸妈在五年内相继肺腺癌理事 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Dr. Chen 肺腺癌能不能够预防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罹患呢 是的 其实肺腺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抽烟 是 因为抽烟是跟肺腺癌有错跟没有错是差五倍的 对 我爸爸不抽烟 对 但是不抽烟不代表不得 后来呢 台湾女性肺腺癌也跑到第一名 所以台大工卫研究所就去研究 原来是跟油烟有关 那也就是油烟 这个烟会吸进去 所以我们都建议抽烟剂一定要买最强的 最强的可是你戴了吸毒防毒面具的好像也很难避免 对不对 上次您有跟我讲 对 所以这个 然后接着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 像北京的统计试制出来 就空气污染很厉害 对 所以得到肺病 肺腺癌的机会就会相对的高 OK 那最后一个就是基因 基因跟肺腺癌也有密切的关系 是 那我们中瓜来讲 那怎么异缓 对 好 怎么异缓 这是 就是零期到一期才有可能 那么常常我们发现的时候不是二期就是三期 没有错 所以这就牵涉到早期诊断 好 那我们讲一下早期诊断 我们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都是做胸部S光 是 但是胸部S光能够发现的位是2分 只剩下15%可以看到 就是您一直教育我们的2公分以下的该怎么办呢 你就不能早期发现了 OK 所以怎样来早期发现 是 小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低剂量胸部S光 好 叫CT 做CT CT一切下去就可以切到0.2公分 那0.2公分什么意义 代表98%以上都可以开掉 OK 所以美国这个CT 现在用的非常普遍的就是说 不是说病人有几个症状 他就会可以做CT 现在保险公司也怕了 对 医生也怕了 对 为什么 早期诊断一个肺腺癌 是 拍刀花个8000块 就解决了 对 让他晚期下去没有花个100万 保险公司说不了 OK 所以CT变成是一个最好的工具 那什么人要做CT 好 第一个就是当然 酒咳咳不治的 酒咳不治的 一直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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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抽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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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上40岁 一定要切一次 基本看有没有 这样子 尤其是抽烟 只要抽超过10年 一定要做 那妇女炒菜 现在炒了50年的 难道不需要吗 当然需要 你讲的没有错 妇女炒菜 当然需要 所以相同的 他们只要做 在厨房工作超过40年以上 就要做了 这个门槛高吗 需不需要申请任何的东西 OK 这个原则上 保险都会付 但是一定要写 医生开单子 要有症状 你不能说 我很健康 我想要测康有没有 你就说 我咳嗽啦 很严重啦 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肺癌非常的厉害 是 那么最后还有10秒的 提醒大家 我们 只要是抽烟的人 我们拜托 在40 45岁 一定要做一次 来确认自己有没有 好 第二 如果你九颗不治 不能掉以轻心 那个可能就是最早期的 是 作为观众朋友 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 能够早期发现 早期的治疗 也谢谢大家 持续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有更新的知识 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